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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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一次卧底赢得不明不明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卧底 好 我们下一轮 这一轮抽到卧底牌的是张瑞 她的词语是刘小庆 而其他人的词语则是物则天 张瑞啊张瑞 想要完成艰巨的卧底任务 就要发挥你的偶像美丽啦 谢娜 开始 好 呃 霸气 赤场风雨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呢 是一代传奇 一代传奇 一代传奇 来 下一位 她和我妈妈一个姓别 她和妈妈一个姓别 好的 来 刘佳玲 刘佳玲 好 韩老师 刘晓庆 范冰冰 哦 从张未见开始就一直 开始说名字了 开始点名字了 好 来 这一轮大家认为卧底会是谁呢 请指 祖星说的什么呀 祖星 范冰冰 范冰冰 我们来唱票哈 那个叶祖星你投给谁 海滨 海滨 何老师 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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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星 海滨是对的呀 对 海滨没问题啊 最络的火币 然后你最络的火币 好 来 投谁啊 他投的那个 他投的那个你的 来 三号 我也是投的三号 三号两票 然后呢 现在是海滨是三票了 三票对两票 那海滨 还冤出局 海滨一定不是他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对啊 但是 一定是三号啊 没事 还有下一轮 还有下一轮 海滨 海滨出局 好不好 来 对不起你 我知道你不是 嗯 那这一轮从叶祖星开始描述 他是古代的 古代的 嗯 何老师笑的原因是 嗯 就是 他的 描述太 就是苍白 因为他纯净 所以苍白 对 因为他清新 那你的描述有多浓墨重彩 我没有浓墨重彩 这个人物是影视作品非常爱去描写的一个话题人物 哇 好浓墨重彩 对 未见 这个跟郑国龄有点 有点 有点 差不多有点关系 好 哎 我也刚想说这个 好 嗯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 跟他演过戏 哈哈哈哈 哎 对 跟他演过戏 你跟他演过戏 对 你见鬼啊你 哈哈 我跟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人演过戏 你跟他演过戏 好 在圆 他在圆 他在圆 好多人 你不要指着我 张睿你还是描述一下 对 好多人心目当中非常完美的一个人 好 对 来 娜姐 我扮演过 你扮演过 好 现在请投票 毫无疑问 没办法了 你不用投了 投自己好了 你指的是谁 你指的是何老师 没有 我指何老师后面那个 你指叶祖新的原因是 因为刚才 她比较小清新 而且比较年轻 没有这么大杀伤力 我建议你还是跟他去演戏吧 你出局了 冤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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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冤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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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瓣是一个大师做的 张睿 非常地有气度的 有气质的一个人 好 母仪天笑 雷老师 挑战了当时的性别关系 这个浓墨仲裁 好有深度 他当上的职位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第一次有这样的一种人 但是职位这个错词 还是有一点 好 来 一 二 三 职 娜娜 你指的是 张睿 好 分成大气 张维先生指的是张睿 何俊指的是张睿 叶祖星指的是张睿 叶祖星指的是张睿 张睿你指的是 我指我自己吧 我指的是张睿 我指的是张睿 卧底揪出来了 游戏结束 就是张睿 你是什么卧底的 太多有卧底了 大家猜一下她是什么 大家猜一下我是什么 卧底吧 是不是刘嘉玲 刘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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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说刘晓庆的时候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 对啊 我想为什么 何老师难道能犯规吗 那么 再一点点 何老师会犯规 对啊 何老师会犯规 何老师会犯规 何老师那么有深度的人 怎么可能直接把男子说出来呢 对不对 好 来下一轮 最后一轮 这一轮呢 抽到卧底牌的是张卫健 她的词语是相亲 而其他人抽到的是逼婚 这可是一道有难度的题目哦 要好好给我们卫健佳加油啦 摸摸哒 好 来 好 爱兵 来 很违反 很违反人性的一件事 不人性 对吧 好 来 佳佳 老大不小了 老大不小 嗯 很多父母都会到适当年龄的时候 孩子适当年龄的时候 都会去做的一件事 好 好 孩子适当年龄会做的事情 嗯 身边的同事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哦 身边同事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好 张卫健 嗯 这可以说是求偶的一个阶段 求偶 好 求偶阶段 动物世界 好 来 光临 有些男人最害怕的事情 男人会害怕的事情 对 好 叶祖欣 再过几年 我妈妈也会对我做这样的事情 好 好 卧底是谁 请指 那么今天 郑果林会不会第一个被淘汰呢 好玄妙的一件事情 好 大家请指 第一条 第一条 张瑞你指的是谁 郑果林 好 现在张瑞指向了炒作大王郑果林 炒作大王 我冤枉 这一看就 对不对 好 郑果林你指谁 郑果林你指谁 炒作大王指向了海涛 你指海涛 对 好 海涛你指谁 好 海涛也是个炒作大王 一个劲儿再解决 就是这个台上只能有一个炒作大王 对 海涛不能容 那我懂了 我偷他 好 海涛指向了郑果林 那张瑞健你指谁 李世明 李世明谁 好 叶祖欣默默地在背后补刀吗 指的是谁 没有 我偷给跟武则天演过戏 维嘉你指的是 维嘉也同样也指向了炒作大王郑果林是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他已经出局了 我就不想把票浪费了 你还觉得头向他是浪费票 你让人家郑果林怎么想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有点怀疑 对 你觉得他说得有点太严重了 太有点太严重了 你指维嘉的原因是 对 因为他指你 是吗 报复 报复 我指维嘉的原因是 就说得这么多 我们这么多嘉宾里面 只有维嘉说得最含糊 含糊 对 好 那现在呢 统计一下票数 好奇怪 居然是郑果林的票最多 怎么会他被淘汰了呢 哎呀 急死 好 做大王应该坚守到最后啊 对 好 郑果林被淘汰 冤死 游戏继续 好 郑果林就站到我心里面好啊 不用站过来 好 我们下面继续来形容这个词 首先是海滨 那儿比较好 哎呀呀呀呀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不愿意经历这么个事儿 年轻人不想面对的啊 对 维嘉 我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事儿 张瑞 我身边好多人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 让人手足无措的 对 海滨 我渴望这个 我渴望这个 炒作大王杜海涛说出了他渴望这件事情 是真的 我是真的 是渴望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 过几年你就会 你接受这件事儿 我接受 你接受这个 好 来 张瑞健 我 不渴望这件事儿 好 叶祖欣 因为单身 因为单身 好 卧底是谁 请指 第二位炒作大王会不会被投出去 主持人 你一直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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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引导 好 卧底是 请指 叶祖欣你指的是 海滨 海滨 Dicky也指的是海滨 然后海涛你指的是 我指的是海老师 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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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的是海涛 我指的是海涛 我指的是海老师 瑞 瑞哥你指的是谁 我指的是小欣欣 小欣欣 小欣欣 维加 维加你的票很关键 好 来 黄海斌出局 黄海斌 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很 不是 每一轮那个郑国成 郑国林 郑国林 不是 你们不能说我 说错他名字 他以前跟我拍戏 他不叫这个名字 对 人家有改一个 他后来改了一个艺名 但是他不让我说 他以前 他以前叫郑梢秋啊 你忘了吗 郑梢秋 我们之前拍了个楚留乡传奇啊 好 认真 认真投票 认真来玩 好 维加 来 请形容这个词 就 很烦 烦 如果 如果总是被 好 烦 逼着这件事的话很烦 好 张睿 父母的目的呢 就是想得逞 然后得逞了之后呢 得逞 对 可能这边也会很被动的 父母是你的对手吗 很伤心的孩子 到底说了啥 越说越心虚 好 海涛 来 可能就是在大年初二的今天 就有很多人 正在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 在经历这个事 哦 别看节目 好 还要经历这个事 对 来 有可能他们就指着这个说 你看 你看 你当时节目都说 对吧 你说我怎么办 你们先试试试吧 是吧 张伟姐 嗯 嗯 在宇宙当中 只有人类干这种事 就动物不干这种事 好 叶子欣 嗯 如果被 如果被父母或者长辈 这个事情做成功以后呢 会多一个人 也可能是俩 谁说的他是小清新 好复杂的 好复杂的 好 卧底是谁 来 各位请指 张伟健 真的不是我 张伟健指的叶祖欣 维加指的是 因为我觉得有点 如果这件事成功以后 因为我看到那 对面有一对双胞胎 也可能是多两个人 好 你指的是叶祖欣 我指的是张伟健吧 张伟健 指的是张伟健 张伟健指叶祖欣 一直在到处骂人 对 维加指张伟健 来 锐哥你指的是 健哥 好 张伟健 也有病吧 现在张伟健两票 他到你票非常关键 现在他们一人都两票 没有 张伟健两票 你投给叶祖欣 让张伟健跟叶祖欣 再申诉一次好不好 好 你投给谁 我投给张伟健 有点自己的想法现在 张伟健 我投给张伟健 让你投郑上丘 你投给了张伟健 各取一个字 我投给 叶祖欣 叶祖欣 小青青就好了 叶祖欣 叶祖欣 叶祖欣你指的是谁 我还没指 对 对 你指的是 那就没办法 我只能把健哥给收出去 健哥被PK出去 张伟健出局 游戏结束 握手 握手 握手出来了 你是握手 你是握手 你们猜张伟健的是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人类才能做动物做不了的人 而且全宇宙只有在结婚 对啊 结婚吧 是不是 不对 再猜 相亲 相亲 好了我们这样 我们让那个郑 郑孝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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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林 你讲一下 你评论一下这三局 你看完以后你的感想 我感想啊 就是这三局完了吧 我觉得我好冤啊 每一局 你才指着我 每一局 我很低调 我已经不说话 还得指着我 我输得多也得指着我 我不说话也得指着我 我觉得真的服 我输得心服口服 我说你评论一下他们 得罪谁也别得罪娜姐 尤其别带过去的VCR过来 好 好像一个人该吃药的 一个人在这说话 好了 大家都关切地看着他 好了好了 谢谢 随时卧底之后 我们来聊聊 待会儿我们来聊聊 这个过年的事 要吃什么 耶 八年初二给大家这个拜年 说到这个过年 其实年夜饭是很重要的一餐 对 大家都想吃点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跟所有的朋友 关注的这个话题呢 重复的 主持方式 只是把语音语调改了一下 都想吃得好的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说的是很重要的一餐 你说大家想吃 对 我说大家想吃好的 应该重复 对 那么我今天是 韩老师你再来一句 看《无信街》什么 好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要跟大家一起 这个全家团聚 对不对 没问题 让大家在一起开心 重复的主持方式 重复上一句的主持方式 你们不要这样 重复的如此通俗 以前呢都是在家里做 但是现在好像会有一些 新的潮流 新的风尚 因为很多人会在过年的时候 选择出去旅游嘛 就不在家吃了 为了跟何老师主持的不一样 说的话不一样 何老师都接不上去了 那边占一个人就够了 我们问一下 我们这个随堂英雄的朋友们 好了 Dicky你过年你最想 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 那么我呢 虽然说香港人嘛 吃这个发财好使 发财好使 就是那个很细 像头发四样的菜 发菜 对 就是谐音发财的意思 对 好使呢 好使 好就是圣蚝的好 圣蚝 对 是 就是塞干的那种小圣蚝 我领这个领你呢 八宝饭 八宝饭 对 因为八宝饭里面有糯米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桂圆 相争团团圆圆 我们小青青 我们浙江人会吃年糕 一家人就团织的不分离嘛 年糕嘛 都粘在一块了 好清新 好寓意 就是一定要给这个菜里面呢 就加一些这个寓意 然后呢 让大家一些谐音 可以把这个美好的祝福 一些吉祥话 放到这个吃的里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新浪的 微博的朋友互动的话题 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 在我们的快乐大饼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今年的年夜饭 你最想要吃的一道菜是什么 今天我们也有大餐来我们节目里 对 因为刚刚吴希说的 其实过年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会出去旅游 所以有的时候呢 其实年夜饭不见得非得是中餐 那今天呢 我们其实是很厉害的 就是请了一位法国的大厨 做了法餐 而且呢四道名菜 可是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比赛了 我们现场的 我们快乐家族的三位主持人 以及我们隋唐英雄剧组的朋友们 我们会给你们看一个法文的菜单 那根据你们大概的一个想象和理解 每一边点一道菜 那这道菜如果贵过对方点的那道菜的话 就是点中了一道很名贵的菜的话 你就有权利吃所有的这四道美食 好 在座的有懂法文的吗 有 谁 我 你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 你让他上来跟我聊两句 好 好 上来了 上来了 假的 假的 他上来之前我先拿菜单来给你们看一眼 来来来来 张绿姐来念一下第一道菜的 我能站近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是对的吗 他读对了百分之百是对的 是对的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对的 是对的 是对的 来 掌声给张绿姐 好 同事欢迎我们的法国朋友 那没办法 他们懂法文那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呢 他说 你好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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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绿健 好朋友 心里卧底并没有 走开 走开 好 张绿健因为懂法文 被开除出了这个游戏 好 来 你跟我们一起主持 好 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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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吴欣是学法语的 刚才张绿健跟我们的法国朋友 聊的是大概什么内容 就互相寒暄了一下 对 对 没事 真的 不是 你要说互相打招呼 是真的 具体聊了什么呢 是 就是大概 好晚安 好 然后问我叫 他说 我问他要不要抽根键 抽根键 然后他说 哦 我不抽眼 然后我说我也不抽眼 你会的法文真的好冷门啊 好实用的 真的居然他会用法文说 因为他把他所有会说的都说了 你知道吗 好 吴欣 你首先请我们的法国朋友 跟观众问好 并且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好 你说出来啊 吴欣 牛话筒 牛话筒说出来 我要想一下 那句话怎么说 因为吴欣毕业也七八年了 七八年没有碰一个语言 基本上是忘得差不多了 对对对 说 好 咱们这样吧 我们直接请我们的法国朋友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四道菜好不好 我们可以做的 最后我们可以做的 最后我们可以做的 on met la moutarde on met la sauce béchamel y après on gratin encore 好第三个是一个 ch'res me 对 好第四个 第四个 le foie gras brûlée 肉 on prend du test 2 tranches de foie gras 2 tranches de mou on culderском après on culder foie gras avec la mangue on on su aj e paddingon j 第四个是煎饼 好了 我们一句选出来 选出来是吗 每一队可以问 我们大厨一个问题 时间最长的是做哪一个菜 哦 这样可以这样问吗 可以吗 对不对 可以问吗 但是他会用法文来回答 好 吴馨 请翻译给他听 公编的档鼓 用选择 用选择 看 三分钟 三分钟 最长的才三分钟 你肯定犯错了 不是你翻的问题错了 就是回答答案错了 好 翻译 翻译了 翻译了 专业 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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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下面这个翻译姐姐 你们给我点时间 翻译姐姐受不了了 来 那个请翻译姐姐 翻译一下 黄金时间让你学 哪一道菜花的时间最长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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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花的时间最长 好 好 好 那么 我们想问的是 我知道了 对厨师来讲 用就是花的心血带感情的 最多的那道菜 他自己最喜欢哪道菜 最喜欢哪道菜 对 自己最喜欢花心血创造的 一道菜是哪一道菜 像一个婴儿一样对待 对 妈 你们要这么笨 那确实需要 比女朋友都重要 比女朋友都重要 第一个 她说是第一个 好 就是泡面 泡面 泡面 我们选好了 我们选好了 我们已经谈好了 是第一道 对 我们决定 一二三 就是一二三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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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开始是想选第三个 因为我感觉第三个是龙虾 因为那个单词真的有点像 看见没有 哪个 这个 那个长得像语言 又像 罗布斯特 英文是罗布斯特 对 因为它是有一点 所以 但是根据问题来看 我们希望 维嘉想选一号 好 一号 一个选的是三号 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后面有个 奶油 它是什么 它们打成汁什么之类的 OK 打成酱 好 那我们就一次来看 首先来看 海涛吧 海涛你选哪个 海涛你觉得呢 我们听一下你呢 他选了第二个 第四个 他不是这样吗 说不定这个是龙虾 海涛选的 我们就不要选 好 一号 那接下来 我们首先揭晓的是三号 我感觉越长越不像 三号 我们先看中文的名字好了 三号